且说张秋谷盘问了粗座娘姨一会 忽然心中得了一个主意 想起从前大金月兰嫁与黄大军姬的长孙公子 后来逃走出来 是预先设法买通了船户 在水阁上边用腰带吊住身子吊下来的 现在听那娘姨述说 成小姐关锁在水阁后头 不觉登时得记 又细细的想了一会 这件事却又与大金月兰不同 一边是金月兰有心逃走 一边成小姐却无意私奔 最好是要和成小姐彼此说通 方能下手 无奈成小姐关锁楼中 无从见面 这个消息怎的传递得通 想了 一会 无计可失 偶然想起自己又年间投诗习武的时候 学过一种秀剑 是用右手中只撑发出去 二三十步之内可以暗地伤人 不过是如今时局迁移 英雄无用武之地 只好把他当作玩耍的事一般 但是秋谷寻常习练的几只毛竹剑耳 一起吊在家中 不觉爹足自毁 春树荒问 究竟是什么东西吊在常熟 说的这般郑重 秋谷和他说了 春树待了一会 道 这个时候 你还想着这不要紧的东西有甚用处 秋谷又覆了他的耳朵说了几句 春 树方才恍然大悟 没开眼笑的道 几只毛竹剑耳值得什么 我们难道不好重做几只吗 秋谷道 你是个外行 晓得什么 绣剑的做法不是单用毛竹 并且不是一天功夫做得成的 先要认准了粗细长短 用细竹销做竹签 却还要配着分两 荣歇千锡或是铜铁灌在竹节里头 需要分两配得亭云 发出去方才有力 若单是一只竹签 那里有这般力量 你难道这点关节都不懂的吗 春树道 我又没有学过这个东西 那里晓得这里头还有这许多讲究 如今只好立刻赶造 你先画个图样出来 秋谷听了摇一摇头 一言不发 想了一回 方才立起身来开了船上台子的抽屉 取出一只带着同笔套的水笔 放在手中试了仪式轻重 又把这只水笔放平在右手掌中 用大纸 无名指纳住了中间的笔管 中指撑着笔头做了一个手势 便绝面有喜色 向春树笑道 这只水笔大事可用 就不必去重新改造了 春树听了也甚是欢喜 秋谷便叫船户进来 叫把船移到匠远码头停泊 船户道 那边的码头甚是拥挤 况且上岸起来没有此间便当 我看还是就在此间的好 秋谷道 你不要多管闲事 叫你开船只顾开就是了 为什么要这样的撸苏 船户听了不好再说 答应一声 便把船移到那边停下 打好了桩 系上缆绳 搭好跳板 秋谷音见时候上早 在船上不免等的心交 便吩咐春树在船坐手 并叫他留心看那上面楼窗到底开与不开 秋谷便上岸去了 想想没有什么正事 便到高贵宝家去看方小松 不料小松不在桂宝院中 秋谷却扑了一个空 便 又走到王小宝院中 打算要问陆仲文 恰好陆仲文昨夜音闹的晚丁 没有进城 就住在小宝那边 这时候刚刚起来梳洗 见秋谷来了 大喜 便拉他坐下 谈了一回 仲文留他就在小宝院中吃饭 秋谷答应 因秋谷爱吃金菜 仲文叫香帮到德花楼去叫了几样菜来 两人小酌 范碧 仲文觉得哭作无聊 要拉秋谷出去兜个圈子 秋谷道 兜个圈子也没有什么味儿 还是我们再去请两个客人 今天在这里碰一场合可好 陆仲文尚未答应 其实王小宝心 庄已静 走进来坐在旁边 听得秋谷说要碰合 荒芒接口道 张二少有心照应你点蛮好 阿要就去请起客来 仲文尘寅道 请什么人的好呢 若要到城里头去请客碰合 实在相离太远 马路左近又没有什么熟人 正在愁躇 呼听的楼下香帮叫了一声 客人上来 楼梯上脚步响触 早走进一个客人 不是别人 原来就是方小松 他出城之后 先到贵宝院中 晓得秋谷已经去过 又想他没有别处地方 一定是到王小宝家去 巡陆仲文去了 索 已急急的赶来 陆仲文见了方小松 大喜 便道 我们正要请客碰合 你来得正好 只要再请一个客人便可入局 仲文说 爸想了一想 便取过一张请客票来 到十路长安站去请宋紫英 相帮去了不多一会 果然宋紫英来了 彼此含温了几句 便大家入位搬庄 紫英便问仲文多少迪马 仲文道 我们相好弟兄 难道谁想赢钱不成 不过是寻个消遣罢了 但是迪马打得太小了 也没有什么味儿 我看打二十块第二次 说大不大 说小却也不小 你们 众位的心上如何 众人听了点头道好 搬好了庄 定了座位 便碰起河来 碰了几副 张秋谷的牌风甚好 联合了几副大牌 极致碰完结账 方小松没有进出 陆仲文输了二十元 宋紫英大叔 输了四十余元 多是张秋谷一人赢的 给了八块和钱 其余的一起收下 原来苏州堂子与上海规矩不同 上海地方是吃酒碰盒都是十二块钱 并且客人吃酒 房间里人没有什么好处 不过是绷各外厂 若遇客人碰盒 房间里人方有些些好处 这是花柳场中人 人都晓得的 苏州堂子却又不然 本来只有吃酒 没有碰盒 偶尔预祝客人高兴 约些朋友碰一场盒 那盒钱随便开销 也有四块 也有六块 没有一定 道德后来 有一般爱算小钱的人 只去碰盒不去吃酒 虽然没有盒钱 倒是烟茶酒饭闹得一塌糊涂 本家同观人吃亏不起 方才也学着上海堂子一般 行出碰盒的明目 却每场合只要八块洋钱 至于客人吃酒 更比上海的情形大事不同 每一台酒虽然也只12块钱 却另有许多明目 吃酒的无论主客 却要出什么台面扬钱 每人两元 却要现开销的 叫来的局又要出什么座场扬钱 每人一元 也要当场开发 若是台面上八个客人 每人叫一个局 就要开销16块台面扬钱 8块座场扬钱 多在正价12块钱之外 这便是官人的好处 所以上海的堂子只愿碰盒 不愿吃酒 苏州的堂子却是只扒吃酒 不愿碰盒 这也是上海 苏州彼此不同的风气 再如苏州地方 在堂子里头白酒请客 那请的客人必定是和主人家向来要好方肯到来 因为开销台面 要自家拿出现钱 不比上海地方没有这些名目 就是客人叫局 也要和官人素来相识方肯应酬 为的是客人局账 倒要逢节开销 官人出局的座场扬钱 先要自家店出 这些情形 在下初集书中已经说过 不过没有说的这般详细 看官们有欢场阅历的人 料也晓得这些规矩的 并不是在下的信口胡言 如今闲话休题 书归正传 张秋谷和陆仲文等在王小宝家碰了一场合 碰完之后 差不多已有七点多钟 娘姨们捧上碰盒饭菜 摆好杯柱 王小宝过来 斟了一寻酒 陪着坐在旁边 四人谈谈说说 甚是投机 那宋子英的应酬甚好 谈笑生风 把张秋谷 方小松二人恭维的十分欢喜 你想如今世上 那有不爱巴结的人 凭你张秋谷这样的高明 免不得着了道尔 险些上了第二次道脱靴的恶当 当下宋子英和三人谈了一回 呼的回过头来问陆仲文道 前天我托你的事情怎么样了 昨日接到一封来信 我们舍亲已经尽经引荐 只要完结了正事 历时进到苏州 先派了他家里头一个账房来此和他办事 只怕差不多将要到了 你那边的事可有什么眉目吗 陆仲文皱皱眉头和宋子英说道 我已经替你问过几家 多事不慎凑巧 我那里有功夫和你们办这样的事情 或者我替你再去托托别人道还可以 说住便回过头来向秋谷 小松二人说道 这位宋子翁的亲戚邹介青 他是安徽有名的富户 现在捐了个后补道 已经分发江苏 引荐之后就要出来到省 要在城内买一所大些的住房 屋价不拘多少 宋子翁几次托我 要我和他寻找 你想我那里有这样 的功夫 你可晓得那里有出卖的住房吗 秋谷听了 不觉接口道 若说住房 春树就有好几所房子 也有大的 也有小的 只不知他可肯出卖 这却要与他商量 宋子英听了大喜 连忙立起来朝着秋谷 深深一一道 供春翁当真有几所房子 那是再好没有的了 只是还要废秋翁的心 前去同他商议 秋谷连称不敢 道 这点事儿值得什么 也要这般多礼 我回去问他就是 宋子英又尊尊嘱咐了一番 秋谷因纪念住春树的事情 不知在 船上怎升光景 辨别了三人先自走了 到得船上 见春树服在船上假妹 秋谷唤了他一生 春树失忙张志的跳起身来 两边张望 见是秋谷回来 方才坐下 秋谷问春树可曾看见那两间水阁开过楼窗 春树摇头叹道 我在船头上等了半天 忘得眼睛都有些酸溜溜的 那里见他开渗楼窗 并且连人生都一毫没有 不要是上了那妇人的当罢 秋谷道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不管他是假是真 姑且是他一事 一面说住 一面掏出表来一看 已是 十点十五分 秋谷便取一张东阳指信肩扑在桌上 提起笔来不知要写什么 忽然一想到 坏了 坏了 急问春树 程小姐可能识字 春树道 眼前的几个字而上还认得 就是粗浅些的小说或是信杂 也都懂得意思 秋谷喜道 这便还好 若是一个不识字的 便又要另想法儿 说吧 取过笔来向监纸上一挥而就 写了几个字而 春树已在暗头 看他写的是供春树到明日早十点钟 就是这十个字而 春树迟疑道 何不写的明白些而 却要这般寒混 秋谷把春树呸了一口道 你这个人真是糊涂 这不过欲先问个谢儿 我自己也保不定十分把稳 若依着你的意思 写些私情话儿 万一射到楼中被第二个人拾去 还了得吗 所以我只写这几个字而 就是被旁人拾去 也想不出这里头再有什么机关 你还嫌我写的少吗 几句话说得供春树又修又喜 暗想张秋谷这人真是精细 我此番殃他同来 也不枉了我一番跋涉 如今世上那里还有这样的好人 为助朋友的事情肯这样尽心竭力 心上这般着想 却感激到万分 只见秋谷把方才写好一张信间 折了一个方圣 取一条麻线 接接实实的扎在鼻梗中间 把手招招春树 走出仓去 春树也随后出来 到船头上立定 正是那七月中旬的时候 欲语无尘 银河倒影 仙云似眷 清风吹空 一轮明月高高的挂在天中 照得水面上十分澄澈 万籁无声 那景物甚是凄楚 秋谷走出船舱 举头仰望 见那上面的楼窗依然紧闭 月光照着 好像里面隐隐有灯火一般 秋谷把那一支锈剑放 在手中 又仔细打亮了一会 见那楼窗的样子 都用竹指胡在外边 秋谷翻身走到船边 离开树部 放出眼力去的较亲 用尽平生之力发了一剑 只听得呼的一声 那支锈剑竟穿入楼窗里面去了 秋谷大喜 春树倒吃了一惊 滴滴地赞了几声好剑 秋谷剑那支锈剑一直穿入楼窗 便同春树两人在船上坐了一会 冷露无声 西风拂面 虽是新秋天气 却也有些凉回枕垫 露冷罗衣的光景 便拉着春树进去睡了 春树睡在床上 千丝万想的 这一 夜又不知赚了多少念头 好容易扒到天明 叫醒了秋谷一同起来 吃过点心 说些闲话 差不多十点钟 秋谷又取一张东阳信间写了一回 却不许春树进前来看 只叫他到船头上去等候 一面仍旧折成方圣 又寻了一支笔 照一昨日一般 如法炮制的制备定当 藏在袖中 走出船头立定 目不转眼地看着那上面的楼窗 不多一会 果然只听得鸭的一声 楼窗开了一扇 秋谷眼力最尖 早看见一个丽人 腰之鸟挪 骨骼轻盈 眼含秋水之波 美索春 山之恨 云环半谢 脂粉不湿 娇怯怯的已在楼窗向着下边张望 面上好像带着几分病态 越显得若不胜一 更尖泪眼惺忪 愁容寂寞 那一副带病寒愁的风格煞事动人 仿佛是一束带雨梨花 娇柔欲坠 秋谷见了暗暗喝彩 想怪不得春树这般着急 果然面貌不差 那丽人开了楼窗 探出半身往下看时 恰恰的和春树打了一个照面 一时又惊又喜 心上边也不知是什么味儿 好像有多少的酸甜苦辣 一煞食病在一堆 一个楼上 一个船头 彼此你看着 我 我看着你 看了半晌 春树只觉得一阵心酸 忍不住泪珠欲滴 程小姐更是促住双眉 寒情欲气 男女两人虽然对面 却不能说一句话儿 正在彼此相看之际 秋谷猛然把春树推开树步 春树刚刚回过头来 只见他翻身疏壁 轻轻的把右手一扬 听得呼的一声 秋谷手内的一只袖剑 早飞入楼上窗中 在程小姐耳边擦过 程小姐大吃一惊 一连倒退几步 几乎跌倒 秋谷早拉着供春树走进舱中去了 程小姐定一定神 方才看那飞进来的是什么 东西 指剑原是一支水笔 套住一个白铜笔管 有一个红纸方圣细在中间 和方才实注得差不多的样子 程小姐连忙时起 拆开看时 见上面写得明明白白的 叫他怎样脱身 如何走法 自有人在下边接应 叫他不用心慌 就是这几句说话 程小姐看了虽然欢喜 却终究是个年轻女子 不免有些胆战心惊 只得大住胆子 硬了头皮 悄悄地收拾了一回 喜得是程小姐被她们锁在后楼 就是送饭与她 也在壁间开个一尺剑方的小门 叫人传递 这两间屋 内 竟是个人际不到的地方 所以凭你如何做作 也没有看见的人 只等到晚上十一点钟 月明如水 照进纱窗 程小姐把楼窗开了两扇月光之下 已看见春树丽在船头 秋谷丽在春树身后 船头上叠了一张茶几 茶几上边又叠了两张椅子 就和楼窗的高低差得不多 只低了四五尺光景 程小姐见她们已经预备 满心欢喜 放大了胆 把两条皱纱腰带揭做一条 一头戏在自己腰间 一头戏在楼窗柱上 戏得十分结实 张秋谷在船头上已经看见 两下 打了一个照会 便叫春树丽上椅子去接她一接 那只春树向来胆小 刚刚上得茶几 两只脚早锁锁的抖隔不住 急得张秋谷悄悄的顿足 埋怨她到 现在这一刻儿的时候正是要紧 怎么你这般胆小 不被你误了大事吗 春树连连摇手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正是 黄山邪淡 暗传青鸟之书 红粉贤恩 何受花枝之败 欲知后事如何 但听下回分解 暗传青鸟之书